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8日 西市變幻無常 香港吉田就好像中了魔咒 乖士就特別多 求王美斯訪港本來是好事 香港政府傾全力推動城市經濟的頭炮 最後就演變成世紀大騙案 陷事 美斯在香港在香港沒有落到牆 昨晚在日本踢了半個鐘 再野獄馬 李美斯來香港之前 甚至去到大球場那一天 都被捧上天 但是接著就被人踐踏 一位這個名嘴 文章就用上了朱如這樣的字眼 近乎人身攻擊 公開懺悔說他當初對美斯都很讚美 今天就得了嘴酒 親中報章大公報今天就頭版新聞 標題就是誰在說謊 美斯在港被受傷 攝人為操弄欺詐 另外有一篇短文就說國際賣亞物 這隊球隊的老闆的腦 爸爸就效力過美國中情局 北京的環球時報 昨天有一段社評 說美斯跟國際賣亞物的做法有政治動機 香港有意打造這個政治經濟 有外部的勢力 故意要借這個給香港難堪 從事態的發展來說 他說不能夠排除這種猜測的可能性 假如風波還繼續加鹽加醋的話 還套上了一些陰謀論的話 無限上綱到所謂什麼鄙視中國人 美斯 No show 這件事就無限地放大 醜事就變得更醜 其實都不是好笑 政府支持這個活動的原意 很清楚 其實都是想向外宣傳一下 香港國際盛事之都 國際體育盛事之都 美斯不下場 又冷落特首 看來全程沒什麼笑容 令球迷傷心 這件事不算什麼大件事 但似乎重大的事就是打碎了一些玻璃心 哀變成恨 看到一些反應的延遲嚇死人 期望落空的破壞力 其實都不能低估 城市的頭炮不斷打不響引發的一些非理性的反應 陰謀論 所謂鄙視中國人論 令到這件城市就沾上了政治污水 對於一些商業機構 國際球星 明星 歌星等等 將來如果要來香港 被邀請來參與這些盛事 或者一些其他 本身其實有些商業機構搞的一些活動 難免多了很多的一些複雜性 多了很多的戒心 會不會就好像變成美斯 國際球王 一代球王都是這樣的下場 被人詛咒一下 第二天 行政會議致集人葉劉淑儀就在社交平台說 香港人痛恨美斯 她不知道說香港人痛恨美斯 是不是代表殺香港人呢 球隊說痛恨球隊 還有背後的黑手 那就是說哪些呢 說他們刻意和有計算地令到香港難堪 認為美斯 此後都不准再來香港 真是威了 就是 誰來不來香港 葉劉淑儀都可以一句說話 算不算數的呢 美斯日前就在日本見記者時就這樣說 她說希望將來都有機會來香港比賽 這番話當然可能都是一些客套話 但是現在葉劉就下了續客令了 那會不會飛來香港下次都原機送返呢 根本入不了境呢 現在又有名嘴就屈他 說他鄙視中國人 美斯其實還能不能來到香港呢 美斯先後訪港訪日 前後幾天 那判約兩人 那當然很奇怪 那他在日本的時候 跟記者解釋 就說當日感覺到身體不舒服 不適 這個說法呢 未能夠解答 所有香港人的一些 不少香港人的疑問 那立法會議員 霍啟岡還說有人就說謊 霍啟岡不是美斯肚子裡的蟲 那其實知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是怎樣呢 美斯是不是心病呢 其實心病這個最終都應該由他自己解答 才是最權威的 那他選擇不澄清 那當然要面對被人罵的成就這個後果 那這個其實都是他個人的選擇 那不能夠因為他最終解答 你們不夠這個其他人不夠接受不了 或者疑脫未解 就扣了一大堆 什麼鄙視中國人 侮辱香港人 特首 侮辱特首等等這些母子 甚至還和這個美國中情局 這個中情局扯上了關係 美斯還敢不敢來香港呢 那一場商業機構 然後借美斯賺錢的足球鬚 政府又貪方便借這個活動 包裝成這個盛事 加上這個推動經濟 開心香港等等這些良好願望 那自己官員都承認了 還沒仔 還沒仔細看清採局合約的 就下了稅了 那高官還親自宣傳 放美斯上台去促銷 球票真的一天賣光了 那假如說 有些球迷感覺到被騙 變成水魚的話 那政府其實是否最大的水魚呢 甚至也都有失職之嚴 間接令到球迷就變成水魚 那但是至今其實沒有任何的官員 出來和球迷致歉 那特首李家超就說 將來就要審視一下合約 要看合約 那是不是將來的合約會加上 和特首握手合照至少三分鐘 又或者是向觀眾展示 至少三分鐘的笑容等等的一些要求呢 那美斯就形容未能夠在香港落場是不幸 那當然是有人獲利 那但是輸家就更多 美斯看不到有些什麼理由 他要鄙視中國人 鄙視香港人 那這個其實想起來並不是很合常理 那假如說 他對這個特首高官鄙視或者不屑 這個可能有些可信 美斯不給面 那按中國人的傳統智慧呢 有句說話 面是別的人給的 假是自己丟的 那其實應該怪誰呢 那美斯當日就沒有落場 就已經成為政府的公關災難了 然後頒獎禮的時候 他又避開特首等等嘉賓 再令到政府的尷尬 那這個其實已經發生 已經是罪香港的形象造成傷害 那其實實際上 可以做的其實不是說很多 球迷越憤怒的話 其實政府高層是不是應該更加要冷靜呢 盡量減少後遺症 負面的影響 避免輿論失控 擴大那個公關災難 那香港政府在美斯在日本落場之後 很快又出聲明 雖然字眼就溫和 但是姿態就很清楚 很強硬 那假如目的是為了自保的 挽回一些面子的話呢 實際的作用其實有限 那位代表議員 那位代表議員 霍啟江又說美斯落場 絕對是在我們香港 球迷傷口上灑鹽 那霍啟江這些說法 還有一些所謂鄙視中國人等等 這些上綱上線的言論 其實是真的在香港自己人身上 傷口上面灑鹽 仍然還在眉色 還在燒的火上面 就是添柴添油 散播一些的陰謀論 直到香港人都疑神疑鬼 那一場美斯失場的不幸事件 其實就不是完全是壞事 不是完全是壞事 意思就是說你政府搞了一個城市 變成一個公關災難的教材 也都看到有些官員 就真的做哪一番 壞哪一番 官員的無能 其實如果真是認真 吸收這些種種教訓的話 就當是交學費 現在1600萬都不用給了 事件更加重要的教訓就是說 其實香港和內地 就不少一些愛國者 老子就充滿著陰謀論 他們還心臟虛弱 很容易就出事破碎 往往疑神疑鬼 製造了一些仇恨 差異 真是添煩添亂 所謂外部勢力 當然一些當局仍然 覺得充滿一些外部勢力 其實一些內部勢力 其實就更加恐怖 美斯事件 其實都應該真的 套年完了 農年又來了 真是當了過去 記住一些美好的 時光 相信那3萬4萬球迷 當日其實很多時候都玩得很開心 見到美斯不下場 當然是有點失望 很失望 今集是今年最後一集 下次和大家見面的時候 就是農年 先祝大家農年 生氣 充滿生氣 充滿活力 健康 快樂 生活和心境都附足 多謝大家的支持 請繼續comment like share 拜拜